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道师慈悲教导 心心与飞扬 不复兴不断传 自在圈面结合切 不思不好不相望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久安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这里是系列节目 教孩子的学问 香港孩子很难教 下集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上中下三集节目 这是下集 香港孩子很难教 香港好不好呢 在很多人看起来 画画世界啊 太发达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四书里边有一部最重要的经典 它是讲原理原则的 师父常常跟我们说 叫做中庸 叫中庸 这四书里边呢 通贵有个特点呢 就是他都有道在里边 我们不能够被表象啊 所迷惑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定要在圣贤教育之下 教育我们的孩子 还有管理这个社会 我们大众 我们大众朝一个方向发展 一定要在道上走 道也者 虚语不可理也 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今天 这个爸爸妈妈来到此地 是吧 他们的孩子在香港长大 受了很多教育 是吧 现在发现呢 在香港这个小学也不行 学了一年半 这个效果也不好 而且有点 很大的这个担心出现了 其实我们知道 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包括这些 这个很多的华人也好 都希望把孩子叫好了 父母拼死拼活 是吧 为什么要赚钱养家户户 为什么 总是希望孩子 能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幸福的人生 现在想得到 很难 原因何在呢 我们今天坐下来 一同来分享分享 我们没有说 这个就不好 这个就非常好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些事实 摆在桌上 我们也不是说 你那个就不对 也不是说香港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想给大家看看 在这么一个局面下 我们到底要把孩子 交成什么样 有没有一个标准 标准何在 咱们各位家长都讲一讲 你比如说香港人 西方人 他的理念都是什么呢 要尊重孩子 他有他的执见 他有他的主见 那我就问你了 四岁的主见何来 那他如果他的主见 如果是错了的话 你还听不听他的 家长的职责 就是交给他 什么是正确的 他要不听怎么办 这都是问题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么多 不好管的孩子都出来了 我们的专家 要不要负责任 你说了半天 这个交法 那个交法 西方的什么 东方的还是怎么着 最后孩子毁了 你负不负责任 你不能说说完了之后 你把钱赚走了 孩子毁了 你负不负责 人不能够说 不负责任 你能不能拿出来一个 令人信服的 可靠的 我们可以把孩子 托付给你的一个依据 你的理论在哪里 方法 你有没有经验 你有没有例证 说你把孩子交好了 拿出个证据来 好何在 坏何在 标准 今天要拿出来了 就这家跟家长横眉立目 甚至打骂 爹娘的 冷漠的 只是认手机的 这是好吗 你要说这是好 那我们不会把孩子交给你 那可了不得 这个风气形成了 这个社会后代就完了 所以说官员要听这个节目 国家领导人要重视 可了不得 我们一定要知道 四种教育 它是有次第的 师父常常讲 家庭教育是第一 孩子从娘态出来的 有妈妈 有爸爸 他有家 所以家教第一 然后是什么呢 学校教育 学校排第二位 你拿到学校来 它已经是一个半成品了 它已经有形状了 是斜的还是正的 有形状了 然后学校出来之后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现在什么风气 二 官员要负责人 政府要负责人 最后是宗教教育 圆满究竟的 给他以人生的指导 给他以人生的皈依 他有一个依靠 他不是空虚的 无依无靠 很痛苦 随时都想死 那是没有宗教教育 所以宗教教育 给人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有精神信仰 他有方向 他有目标 他知道人生去哪 这个东西没有了 社会就乱了 他什么都敢干 没有信仰的人 什么都敢干 四种教育 你看看 哪一种可以学 这个孩子 今天问题摆在这里 我一再讲 我这个孩子很厚道 挺敦厚的 挺老实的 真是个挺好的孩子 就是六岁半 送过来之后 这俩半人说不行 真的教不了 那为什么呢 这么一个 我们讲一个恶果出来了 我们要找他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 在家庭 那现在父母在这 让我们一同来分享 我们来探讨 这孩子在家里边 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不是 因为他 我们一出生呢 有我父母 帮我带他带大的 那因为那时候还在上班 所以呢 我们一直是跟老老爷 就是有老老一起同住 那爷爷奶奶也是非常非常的疼 那爷爷奶奶见的比较少一些 但老儿老爷呢 就是跟我们的管教 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 他不听话 我们在管他的时候 想打他 那老爷就就会就会很生气 就说你们自己都管不好 干嘛还管他 你们先把自己管好了 再管他 然后我们他就这个时候 就跑到老爷那边去躲起来了 藏起来了 这时候就抱着老爷哭 那我们就就没法再继续管了 我想这种情况 千家万户都存在 你敢打我孙子 我先揍死你 这爷爷说的话 是不是 都这样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太难了 所以师父常常讲 现在是男女老少 都要一起学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看现在把孩子 孽爱成什么样 谁也不敢管 你敢管 那老人气得脸煞白 你说你怎么弄 孩子一看 是这回事 他那个小眼睛 看得可明白了 是不是 小脑袋光看得可明白 这是我的保护神 我们真听说 有的那个孩子 打电话 给爷爷 你儿子现在打我呢 你是指甲 你是打电话 告状 你怎么管 我们把这个东西 不要看成是玩笑 将来你的孩子 会要你命 我们这些长辈 我们也是求求 这些长辈 你们不要再这样 对下一代了 将来你们的家 会毁在这些孩子手里 你觉得他小时候 他什么都不懂 他什么都懂 而且他的价值观 就是从现在建立的 父母打我就不应该 错的 要不是的话 为什么爷爷说这话 姥爷说这话 是不是 姥姥也是 溺爱吧 姥姥就是比较 在照顾的特别的体贴 不让他 就是家务什么 都照顾的非常好 然后 那个我们家里 还有 还有一个 印尼的工人 工人 印庸 然后他也是 你们这个保姆 这个佣人 他是长期在家里 对 长期在这 在家里 香港可以请这些应用 然后他就是帮孩子 就是连穿鞋 穿袜子 这些活 他都帮孩子做 家长费这么大劲 找了个保姆 不知道 这是来害孩子 为什么 你看 班主任反映 你们的儿子笨笨的 已经长这么大 其他孩子都能够自立 他不能 而且他也不能自立 袜子 这些东西 他都弄不好 为什么 他有个好保姆 他有一个好佣人 谁给找的 爸爸妈妈给找的 今天有的家庭 我们听说 四个保姆 是不是 你们原来 他们这有一个学生 后来不行 也是不行 回去了 香港的孩子 四个保姆 你帮四个 俩都受不了 你这一个能怎么样 非把你们家的孩子 交成刘阿斗 刘阿斗 谁都知道 刘备的儿子 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败家子 公子哥 最后王国就 王在他手里 王在他手里 投降之后 一块吃饭 他属于阶下囚的身份 王国之君 他周围过去 那些大臣在一起 这饭吃不下去 唯独他在这 没心没肺 吃得还挺香 三国归进 我记得是 他是蜀国 四川内带过来的 说你的老百姓 生活很苦 没感觉 你是他们的国君 没感觉 那些大臣看了之后 这刘备儿子 你说我 那他不败家 他不王国 那才怪 为什么呢 那起码人的感情 他都没有 为什么 被伺候大的 被周围那些人 所以刘备不会叫孩子 他辛辛苦苦 打下来的江山 有什么用 你们今天家长 都是在创业 有用没用 你找飞庸也好 找印庸也好 找什么用也好 将来这孩子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四体不勤 五骨不分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们的儿子 梁小桶水在那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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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他长大了 是个废物蛋 是个废物 哪个闺女能嫁给他 真是倒八辈子写媚 人家说 你要是敢跟他来往 那我非打说 你的腿不可 人家女孩子家会说这话 你瞎了狗眼 你怎么能嫁给他 这难道是你们想看到的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学了一年半 在香港的小学 学的叫什么 华德福 还是什么这些理念 最后你看看 有什么用 说我这孩子爬山特快 你们搞露营 搞素营 搞什么 这活动那活动 这跟他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就讲这话 我讲这话的意思 要给家里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说 将来家里没水了 得他去担水 家里缺钱了 得他出去赚钱 他别出去犯罪去 说他是把钱赚回来了 过两天警察把他抓走了 他出去磕门拐骗去了 所以得交给他善恶是非 这个得先交给他 标准立起来之后就能力 他有能力赚钱 就这么一位公子哥 哪个公司缺他 我总说这话 你说我们这单位 我正缺你 我们这特别缺个姑奶奶 你来吧 我们这给你开工资 如果说他六岁半 在保姆 在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在这些伺候下 他就已经是个废物蛋了 然后你们在香港 学的还是什么呢 学校校长老师 还交给家长 你们得顺着孩子 行了 你说这孩子要能好 那真是太奇怪了 你这么听着能好吗 你不要多高深的学问 不要你这么高的学历 你们二位 我觉得普通家长 都听他明白 真的是完全错了 所以我们要跟长辈讲 让飞庸 让什么这个保姆 把这个活都干好了 是不是 我这孩子 他的功课怎么办 他所有的 要活着的这些学习 全部没了 这课程全部都被你们 给占用了 对不对 所以他最后 他的品德也差了 你们大家伺候我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他的轮常 那你 你们做父母的 将来有一天 你们的儿子会问你们 我现在到了社会上去 没有任何人伺候我 我现在不会活着了 没人伺候我 我不知道该干嘛了 我到人公司去 人家没有不讨厌我的 你们为什么不教我 你们原来不是这么教我的 根本就不锻炼我这个活着的生存的能力 我一点带人接物的能力 自理的能力都没有 如果这孩子要问你们这话 你们怎么说 你们怎么回答 这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家长不要看到这些 这些干活干什么 一定要告诉他 一定要告诉他 没有任何条件 这是你的本分 还不要夸他 你说他干活干挺好 不要夸他 那不夸了他就不干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都交错了 传统话学校也是 你看那孩子干活干得多好 我鼓励他小红花 不鼓励他 那个是错误的 到了社会上 你对你的老板 尽职尽责 应该的 你在家里边 对你的父母照顾得很好 那是应该的 一个中一个校 是你的本分 你要说不夸就不干了 那这孩子也不可能成为中校 好人不可能 我们对小孩一直从小到大的时候 夸他长大的 那本身我在澳大利亚那边生活 我在西方那边受的教育 所以我就以为夸小孩是应该的 小孩是夸出来的 而不是教出来的 所以这一点就完全是 违背了那个中国传统文化 那个教育了 对 学校原来有专门一个家长工作方式 怎样欣赏你的孩子 那我们就觉得在家里要多表扬他 然后发现表扬他之后呢 他干活呢 他就特别有积极性 然后做事啊 好像在家里拜佛啊 诵经他就有积极性 然后我们就继续夸 然后夸的夸他夸的很多 然后我们有时候带他去道场 做一小义工的时候 那些老菩萨们见了他也很高兴 也就说 哎呀你真棒啊 你这么懂礼貌啊 他那个时候他就拜鞠躬啊 也鞠得很好 然后也很有礼貌 都会和时啊 跟那些老菩萨 问阿弥陀佛 然后别人就继续夸他 然后我们当时心里还美滋滋的 以为自己的孩子真的这么好 其实啊 你们的孩子是挺好 这是实话 错在周围的这些长辈和你们父母 不该夸 你说他做的挺好 看在眼里嘴上不说 这是好家长 好老师 现在的长辈 现在周围这些阿姨 姐姐们 都没人教啊 看到个孩子 好可爱哦 赞叹得不得了哦 鞠个躬 磕个头 会背个石肉 哎呦 那个捧上天了 你就把他害了 那应该怎么样呢 说实在话 家长是第一个 到任何地方 叫长辈 叫完之后 一边待着去 没他什么地方 你说这家大人 都在这儿 没你说话的份 规矩 他知道长又尊卑 这么多人 你在这儿表现什么 这叫炫耀 说不可以 不能给他这机会 你说我这孩子 背古诗背得很好 不可以背 在什么时候背 家里背 家里 在那个房间里边 背怎么样啊 哎 可以背的 现在爸爸妈妈心情不好 以于亲心 给爸爸妈妈 把唐诗唱出来 尽孝 在外人面前 不可以 为什么 炫耀 一定要知道 我多次跟 这个 很多家长 劝解 才艺 琴棋 说话 各种表演 他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 最容易招来赞叹 对吧 容易招人夸呀 这个东西 就把你的孩子害了 家长也喜欢 是吧 这脸上有 有光啊 是吧 有面子啊 你有面子 孩子吧 从小 不敢随便说话 是吧 人家说 哎 你来给我背段 唐诗什么的 哎呀 献丑 不敢不敢 很难看的 不会背 背的不好 推辞 往后 很好 很好 从小就教他这个 哎 父母不在身边 啊 你在这儿谈话 他跑那边去表演歌 你 就这一句 他就明白了 还没说 他就不敢了 回去就好好教训他 发他一顿饭 两顿饭 便吃饭 谁让你就在那儿 去弄那些东西 才艺要压着他 哎 这叫会交啊 让他怎么样呢 叫后机播放 现在是半瓶子醋 摇晃上了 你说这孩子 他将来能成君子吗 一定是个小人 还没怎么着呢 他 你那不行 看我的 他那先先先弄成这 千千君子 从事而出啊 从这个地方交出来的 家长要控制 是吧 那个脸色 所以你不能在那儿 刷手机 你这个家长 你得看着你孩子 是不是 孩子看父母的脸色 父母余光就看着他 看他一眼 这怎么回事 大人这交流 有他老老实实在这站着 恭恭敬敬 修他的恭敬心 将来这孩子了不得 字写的好 歌唱的好 唐诗送词都会不会通通不许漏 不可以 以鱼亲心是什么意思 家里长辈来了 来 把那个写 自己那个儿子也好 闺女也好 来 这个今天这几位叔叔伯伯都来了 大家正在有酒有宴呢 用什么呢 用鼓调 唱一首 宋词 因为大家没听过 这叫祝兴 他就像小童子一样 给大家深深鞠个躬 在那唱 我们在这听着 唱完了 好了 去找妈妈 走了 又鞠躬走了 周围大人呢 听听 什么都不说 说这词写得好 这曲写得好 不说孩子 来 我们大家再来吃一点 就跟个小狗差不多 好 你把他当回事了 他成了重型朋友 他成明星了 轮场破坏了 尊卑 尊卑里边是最重要的 轮场里最重要就尊卑 长者先 幼者后 那就是尊卑 现在人不懂这个了 到处夸孩子 就到处夸 害孩子 他没人样 他所做的和圣贤的方向 完全是相反的 他不像个圣贤 圣贤都是恭敬 谦卑 所以会教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 眼睛盯着父母 六根都射 机灵 总被夸大的孩子 很傲慢 很自大的孩子 实际上他那六根都不管用 为什么呢 他没必要往外去看 你们都得宠着我吗 所以他总傻乎乎的 他不是真傻 他本来很灵 他给交 交傻了 另外 你们这个儿子 来到这个学校 我就观察他有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不会笑 在香港 我见过这个儿子呀 他都很可爱 很机灵 就跟你们看到的时候一样 他为什么到这 他就 他就不会笑了 木呆呆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没人夸他了 没人夸他了 他就不高兴 这刚六岁半 他要到十几岁 二十多岁 到了社会上 没有人夸他了 谁夸你 这是你们都是在社会上 这个谋生的人呢 你们都知道啊 是不是啊 谁天天夸你 不可能的嘛 那不正常的嘛 所以说小的时候 给他这个环境 是不正常的 到了正常的环境 他受不了了 他不 他不 手足无措 不能面对了 是不是 他真正叫 信心崩 这个崩溃了 他没信心了 就像你们说的 哎 你真好 你干活 他在这有信心 你不夸他了 他没信心 所以自杀率高 回家啃老的高 为什么呢 他在社会上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原来的这个交法就不正常 到正常的环境 他就不正常了 就是这么回事 是吧 这我们见这样孩子太多了 你只要去问他 一道管教很严厉的 这样的传统化学校 你去看这孩子 天天阴沉着脸 不高兴 还有那义工 天天闷闷不乐的 你去问他 百分之百都是被夸过来的 被赞叹过来 被宠过来 被捧过来 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 你的孩子为什么在这 手足无措 无所应对呢 他没经历过这个 女子家 滴水 干活 是吧 伺候长辈 他没 他没见过这个 没让他干过这个 你让他干 那是勉强他 是不是啊 勉为其难嘛 我们不能怪孩子呀 今天接这个节目 我们把这个 家教的问题 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你会发现 香港的 台湾的 海外的 都是一个问题 都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家里边啊 不会教孩子 没人教 现在电视台也不播这个 也不讲这个 是不是啊 社会上都是赚钱的 哎 我这是ABC教学 绝对能跟你教的好 啊 他那是一二三教学 那个是甲乙丙丁教学 都收很多的钱 最后孩子不行 你说这家长多痛苦 社会是五花八门 啊 跟着五彩灯泡似的 霓虹灯似的 在家里呢 就像这个妈妈讲的 妈妈一个想法 爸爸一个想法 是不是啊 哎 四个老人 四个想法 这一家六个想法 这个孩子 深圳学过 澳洲学过 乡长 香港又学过 家里 大人又七八个想法 这小脑袋官 他要不成酱子 他才怪呀 你们不能怪他呀 是不是啊 爸妈妈说 去 扫地去 那边老爷说 把这条柱放下 你说 你说他怎么办 拿着这个条柱 不能怪孩子呀 这都是我们今天 不能做到 见和同解 不能做到 我们之见一致 造成的 我刚才讲了 那你说 我们怎么才能 这个之见一致 看他里边的 善恶是非 美丑的标准 是不是一致 一致 没关系 先把这个统一了 他那个明明在教恶呀 你怎么还用啊 这个标准定下来之后 第二个是什么 关机 看看我的孩子 适合用哪种方法 这第二个 第三个 要一子而教 自己教不了 一是交换的意思 因为 你爱 我看到这个妈妈 送孩子的时候 流眼泪 是不是啊 你在家里就知道 舍不得 对这个孩子 打骂 不舍得严加管教 你不舍得严加管教 你这孩子 不可能成就 否则严实出高头 这句话 就讲错了 是吧 家有严君 也父母之位也 严君 绝对不是 你爱 这是 古籍上 讲的多清楚 代代都按这个来 你不按这个来 那你就情等着 受罪吧 感恩老师 我们绕了 这是地球的大半圈 终于找到你了 感恩你啊 老师 救救我们孩子 感恩您救我们孩子 不敢当 好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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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给老法师磕头 好了 我们给老法师磕头 好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 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话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从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